大部份香港人我們對於臥底的認識 通常都是來自電視或者電影 但是臥底真實的生活又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要搞到好像視徒行者林峰 又聰明又英俊的呢 當然不是啦 其實我們問一些真的做過臥底 或者做過臥底Handler的人 基本上臥底的要求就是露人甲 市民樣 對 一個招牌打下來會打死十幾件那些 走過都不記得 你見過幾次那個人 那個樣子又不高又不瘦 又不胖又不矮 總之沒有一些獨特的特徵 不要說那個人是老人就認得了 沒有特徵的 很普通 原來是露人甲的樣子 看完十次你都不認得 說不出那些 那些樣子就做到臥底了 我有個案子在手上 跟大家分享一個做了五年的臥底 只有兩年而已 五年的臥底是2016年的8月 美國的加州華人圈裏面 有一宗很厲害的行動 震驚處整個華人圈的一個案件 就是華人鴻門志工總堂的龍頭大佬 卓號叫蝦仔周國祥 他是因被控謀殺、烤紮、勒索等各方面的事 判了終身監禁 同案亦有一名華人參議員 他們亦被被捕 判了五年的監禁 這是美國聯邦FBI那邊查出來 破案最成功的一件案件 派出探員去扮演黑社會裏面的 首先是華人 不可以說那些中文還是英文的文 潛入幫會 差不多五年時間 就拿到龍頭大佬的信任 和本案的蝦仔是一個 好兄弟 真的好像拍戲一樣 對呀 買到大佬身 甚至成為他的集團的顧問 他進入團火內部 參與一起去洗錢 一起去搞什麼走私軍火 大麻買賣這些生意 拿到足夠的證據 才一次過收網 這些電影沒有那麼悲劇化 但我們都會問 其實會不會很危險 讓人知道 某個大佬像剛才說的那個 他不是終身監禁 全球追殺 他的馬仔不是終身監禁 有很多人追殺 警察朋友都說 其實我們每天做警察 我們拘捕人 也有機會被人尋仇 所以這是一個 沒有辦法的工藝職業 其實你就拘捕了一個人 他也認得你 就是他了 他拘捕我了 這個你無可避免的 這個是一個 內地的女公安 他叫做黃雲榮 他做了11年 多年來講 他一直都受著生命的威脅 甚至乎有些人揚言 要拿50萬 找人劈死他 但做臥底 他能夠打擊毒販 黃雲榮自己都很有成就感 他說過 其實不是所有拘捕我的人都恨我 都想找我尋仇 即使他們的毒販被抓去坐牢 他的家人 有些人還跟他有聯絡 感謝他 覺得他是幫了他的家人 幫了他的子女 或是幫了他的老公 他覺得還有很多人很尊重他 這個也是對他一種肯定 因為你拘捕了他 還救了他的家庭 所以他覺得他自己 11年來所做的事 是對得住他頭上的警輝 今次想講臥底這個故事 我也想講回 雖然你說難為貞邪定分解 但是最後 邪一定是不能聲證的 還有其實是清晰的 你說不清晰的 可能是像政治事件那些 用藉口去掩蓋 這樣就可以犯法 其實是沒有的 沒有說這樣就可以吸毒 這樣就可以砍油 這樣就可以怎樣 只要你犯法 就一定會抓到你 做臥底的目的 都是為了要搜集犯罪證據 停止犯罪的行為 如果當警察混入黑社會 混入毒梟裏 去抓他們的犯罪證據 你覺得沒有問題的話 為何警察進入黑暴裏 做臥底的事情 那些人經常說 政治影響你的判斷 政治其實是否影響你的判斷 在說明 那些人跟你說 那些人 和小聲